专家就一定对吗?真不一定 这个音乐家下肢瘫痪两年了 现在又突然呼吸困难 手臂也几乎不能动 被送到医院后发现是大夜性肺炎 医生准备就此治疗 豪斯却认为应该将他的瘫痪一并治疗 这简直就是痴人说梦 音乐家的下肢瘫痪是由见动症引起 两年前已经被专家确诊 他自己也身心不疑 这个病会造成全身肌肉逐渐无力和萎缩 直至丧失行动语言等各种能力 著名物理学家霍金就是这病 并且无药可治 那豪斯却说存在误诊 因为他在看过病例后发现 在这两年的治疗中 音乐家除了腿部的病症一直加重外 全身其他部位的病症基本没有变化 甚至还有好转的迹象 这不符合见动症的病程发展 经过排除法 符合病人症状的还有多造型运动神经症 于是豪斯给病人开了免疫球蛋白来治疗 但刚用上药 病人就病危了 原因是免疫球蛋白引起血栓 导致肺部无法供血 看来不是多造型运动神经症 他突然说不行他签了DNR 所谓DNR就是拒绝急救书 也就是病人在有自主能力的情况下 告诉医生 当自己病情突然恶化时 不要急救 也称尊严死 这三个医生愣愣的看着病人病情发作 也不施救 豪斯过来直接自己上手急救 病人命虽然保住了 但豪斯却被病人申请了法院禁令 不得出现在病人15米内 同时控告他伤害罪 看来病人是一心求死啊 但豪斯却不在乎 自己不能到跟前 还有助手可以去 还有之前采集的血样可以化验 他再次做出推断 可能是尾氏病 这种病可以同时感染双肺和脊椎骨 然后造成下肢瘫痪 与此同时 法院开庭审理了豪斯的伤害罪 豪斯看着法官说道 您家族有心脏病史吧 我看您的手指成杵状 表示有心脏问题 耶鲁大学校长就是这样猝死的 您应该到医院看看 这可把法官吓了一跳 不自觉的就把手放到灯下照了照 最终法官同意了豪斯的诉求 和原告当庭对质 这表明必须先把原告治好才能对质 正当豪斯准备大显身手时 对方却撤销了起诉 只有这样才能不用对质 不用治疗 随即音乐家就让医生给他把管了 结果却是音乐家能自主呼吸 说明肺部功能还正常 这排除了伪失病 豪斯又一次错了 但他依然不放弃 病人也不慎其扰 只能同意他再治疗一次 豪斯给病人做了全身的血管噪影 小莫发现影像中脑部有血栓 这才是造成上肢不能动的原因 经过治疗 病人手臂恢复了 豪斯去看病人 无意间触碰到病人的腿 病人竟有了轻微的知觉 但这依然不能证明病人不是见动症 除非他们能找到病人腿部恢复知觉的原因 豪斯决定对病人全部停药 等待病人恶化时 再一种一种的药用上 出现好转 就能知道是哪种药在起作用 刚停药一天 病人的腿就没知觉了 豪斯给他上了治疗肺炎的肋骨唇 同时要求再次做核磁和血管噪影 泰勒认为才做过没多久 但豪斯认为病人情况已经变化了 必须再做一次 果真 在核磁影像中 小莫发现了异样 是硬膜内动静脉血管畸形 压迫脊柱造成的下肢瘫痪 那为什么之前都没有发现呢 豪斯将之前的影像拿出来对比 原先的影像确实没有反应 豪斯说道 因为原先这里应该有炎症 恰巧挡住了 肋骨唇消了炎症 所以就看到畸形了 医院随即对病人进行了手术治疗 几周后 音乐家康复了 他将最喜欢的小号送给了豪斯 他与豪斯一样 都不仅仅把音乐或者一声 当成一份工作 而是沉于内心的一种信仰 好了 下期我们继续豪斯的整冰探案